Hello 大家好 欢迎又一次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那上一期视频呢我们已经说过就是对于一个健身的人来说蛋白粉呢不是必要的 但是有蛋白粉的话它会方便你的饮食就是起到一个便利的作用 那么这一期视频呢我想讲一讲就是关于蛋白粉的分类 那么如何去选择蛋白粉 市面上呢有很多种蛋白粉 但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分为两类 一种呢叫集中乳清蛋白 还有另一种呢叫隔离乳清蛋白 那么我是从英文直译的就是concentrate v protein 还有isolate v protein 那么现在在我手上呢有两桶蛋白粉 这些都是我用过的产品吧 就是在我这一边呢是叫muscle milk 其实这muscle milk就是一种集中乳清蛋白 那么在我这边呢是bpi v protein bpi呢就属于一种叫做隔离蛋白粉 那首先呢我们会讨论一下就是我们先来讲这一桶muscle milk 那么muscle milk呢它是也我们之前也说到了 它是一种集中集中蛋白粉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营养列表 那你们可以看到它的营养列表 它有290的卡路里 脂肪呢有3.5克 呃剩下这些我们可以不用看 碳水有44克 protein有20克 那么carbohydrate就是它的碳水嘛 然后脂肪 碳水还有它的蛋白质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桶蛋白粉呢 它的碳水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有44克 蛋白质呢是20克 脂肪3.5克 我们脂肪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所谓的集中蛋白粉呢 就是也就是加工蛋白粉的第一道工序 就基本上是没有加工的 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的乳糖含量比较高 所谓乳糖就是sugar 乳糖也算是一种那个碳水化合物 有44克 比我们的这两勺里面 比我们的蛋白质还要高出一倍多 集中蛋白粉呢吸收比较缓慢 对于一个人呢 如果它的目标是增绩的话 这种蛋白粉也比较好 当然还有个缺点呢 就是它的吸收会比较缓慢 而且乳糖含量比较高 对于减脂的人呢 这种蛋白粉呢就不是特别的好 那么现在在我手里的呢 就是BPI的隔离乳清蛋白 那什么是隔离乳清蛋白呢 就是它是蛋白粉的第二道加工工序 把乳糖基本上隔离了 它的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 相对于我们的集中蛋白粉的话 那么这种乳糖蛋白粉一般在市场上面 价格也会比我们的集中蛋白粉高得多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的也是看一下它的营养表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它一勺里面只有120的卡路里 然后脂肪只有一克 那么碳水化合物carbohydrate呢 只有三克 里面的乳糖sugar呢 只有一克 蛋白质却达到24克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勺 这样的一勺里面呢 它的碳水你可以几乎忽略为0克 然后它的脂肪呢 基本上也是0克 然后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却达到24克 它这样的一勺 比我们刚刚说的集中蛋白粉呢 的蛋白质含量呢 还要高 高上4克左右 这样子的隔离乳清蛋白呢 它的特点就是乳糖含量特别的低 基本上就是碳水基本上就是三四克左右 像刚刚刚刚对比的话 集中乳清蛋白比这个隔离乳清蛋白的碳水含量要高上40克左右 40克其实是蛮多的 相当于两个香蕉 你多吃了两个香蕉 如果你喝muscle milk集中蛋白粉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喝这一罐的话呢 就能保证你的蛋白质来源是特别纯的 而且是容易吸收 那它的优点呢 就是它能让身体吸收特别快 比如说你健身完以后 你急需要补充蛋白质 那来一勺这种隔离蛋白粉呢 就是比较好的 吸收会比较快 有助于你肌肉修复的 如果你是认为蛋白粉对你来说很重要 很有必要的话 而且你要喝蛋白粉的话 但是你又没有那么多钱 那我建议你买这种集中乳清蛋白 它是便宜 而且你如果是增肌的话那就更你就更最好就选它了 因为它能给你提供更多乳糖 更多那个碳水化合物 有助于是有助于你增肌 而且还有蛋白质成分在里面的 如果四五十四五六十块钱对你来说 不是特别重要的话呢 那么你可以考虑买这种隔离蛋白粉 贵一点的隔离蛋白粉 但这种呢肯定是质量要比这种集中蛋白粉高 今天的视频呢就先到这里 那么以后的视频可能会做一些 关于如何区分一个好蛋白粉 或者差蛋白粉 我们下次再见